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的第二个部分 所谓的应用 我这个地方说一下 多元寒是微分学求偏老的时候 全不全不全 要不要加成还要加成 但是现在不是现在的任务 现在是强化解 强化解呢一定要做到完全满足考试要求 现在基本上满足 应用的话 实际上多元寒是微分学的应用 有两个方面的应用 第一个应用呢 就是代数应用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无条件极致和条件极致 第二个呢叫几个应用 几个应用我们在自首阶段 我们是通过直播的方式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听我的课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我们有一些比如这样微信公众平台上 要发什么 我是有你放心好了 我干这个工作是一辈子了 所以我知道我有经验了 同时直播直播什么 直播和讲什么 应该无缝对接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该做的事情你做 只会应用 只有数学一需要使用 数一的学生需要掌握这块知识 数二数三都不要求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不用 我们到时候直播 数一的孩子要注意关注 好了 那么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所谓的应用部分 应用部分的话 我首先就来看意愿 因为意愿还说有一个极致问题 我们喜欢比较 有比较 我们对后继的理论会理解得更清澈 先看意愿还说 Y的UFX 在我求人家的所谓的极致点 极致的判断的时候 我们有如下的步骤 第一个步骤 就是定义 大家知道的极致点 是我们这个定义里面的一些怪怪的点 比如讲什么叫极小 就左边也大 右边也大 就是我中间凹下去了 那这个叫极小点 什么叫极大点 就左边小 右边小 我中间凸上去了 这个叫极大点 当然指的是局部 那么极致点有哪些对象 值得怀疑 所以第二步是找怀疑对象 意愿还说 他这个极致点的 怀疑对象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等于零 使得一界倒数等于零的点 我们把这种点叫注点 还有一种点 不存在 我们在高等数学前面讲的时候 大家应该有印象 这些个点是有可能是 但不一定是 也就是当我们找出一界倒数等于零的点 和一界倒数不存在的点 把这些点抓出来之后 所有可能的记者点都在里面 但是里面有可能有假的 所以紧接着就有第三步 叫判别法 当我找了好多的怀疑对象 那你得告诉我一下是还是不是 那你得有心之有效的判别法 大家还知不知道有两个方法 法一 叫第一层门条件 X在X0的左边的时候 如果一界倒数是负的 X在X0的右边的时候 如果一界倒数是正的 说明在这个点的左边还是第减 右边递真 所以这个应该是X0是极小点 第二种情况 在X0的左边 如果一界倒数是大于零的 在X0的左边还说得在右边对减 所以X0为几大点 大家发现这个方法挺好 是个广谱的使用方法 谁都可以通过我来检查 但是广泛的方法 使用范围极广的方法 不一定是个好方法 有些个方法使用范围载 但它有的时候会受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发二 是F1就是我们书上就在这边讲的就第二种了解 F1PX0等于零 那就表明这是一个注点 不可得的点你就别找我了 你找方法一 我只解决注点的判断问题 它不一定能解决 下面看二级导书 这大家都知道 在X0这一点的二级导书应该有四种情况 哪四种呢 大于零 小于零 等于零不存在 而我只能解决两种情况的判断 就是大于零和小于零 如果等于零或者不存在不找我 你找方法一 大于零的话 这个时候是个极小点 小于零是个极大的 所以这是我们一元函数极值整个一个理念改换 所以我喜欢给大家不断的去重复 加深一下 接下来我就来告诉大家 多元函数极值 它跟一元函数有些差距了 它分条件极值和无条件极值 首先我要讲的叫无条件极值 我们大家在看书的时候 或者有些课的时候 你听完之后你都莫名其妙 搞不清 而是无条件极值 条件极值无打架 缓乱 不能打架 我来告诉你 以二元函数为例 当然也无条件极值 我们只研究二元函数 这是一个我们需要你去解决极值的一个函数 叫目标函数 我就告诉你们大家 它的定义于xy 所谓d 就是我们这个二元函数的xy的互动上没定义于吗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d为开去语 听好了 这一种二元函数求极值 才叫无条件极值 一定要听清楚 开去语 就是边界不在其中 所以这一种情况 这样无条件极值的话 它求极值的步骤 我就来告诉大家第一步 xy的互动范围不要你找 再找 而且是个开去语 第一步就找 怀疑对象 你不是一个二元函数吗 我告诉你 它是z 比它是x 你这个表达师对x求偏老 是不是肯定一个表达师 然后拧这个表达师等于你 这个是z对y切片的 从这一组等式组当中 从这个方程组当中 你可以把xy解出来 当然我要跟大家说 xy解出来以后 可能是一组 可能是好多组 这叫怀疑对象 这叫重点 接下来我们第二步 大家听清楚了 叫怀疑对象 什么意思 你不一定是的 那你接下来 你就告诉我 你找的这些个点 哪些是的 哪些不是的 都说清楚 所以这个时候 是 xy等于x0y0 为一个组点 接下来我就要问了 是吗 是还是不是不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给我算三个数据 A 谁是A呢 是函数 在该点出 对x的二节片导数 谁是B呢 是函数 这样我们这个组点出 对xy的二节 缓和片导数 C 是我们这个函数 在g点出 对y的二节片导数 你给我把这三个数据算出来 当然这个为什么 大家不要问为什么 你问为什么干嘛 这个时候就看看 ac减去B平方 当然我们知道 ac减去B平方 有可能大于0 有可能小于0 有可能等于0 不存在都有可能 但是我们考试的时候 适当两种情况 不会发生 我承认等于0 我都不存在有可能 但考试的时候 是不可能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看大于0 和小于0 在你的考试试卷上 只可能出现这两种情况 其他的情况 你解决不了 他也不会出 如果ac减去B平方 小于0 那么我立马告诉你 x0 不是极致点 它就不是 是个假的 如果ac减去B平方 大于0 那是 但是你要进一步回答我 自然是几这点几 有可能是几大 也有可能是几小 那究竟是谁呢 取决于A的符号 A如果大于0 告诉大家 极小点 A如果小于0 极大点 这就是我们无条件极致 完善的方法体系 当然现在我们只研究 二元显寒数 到了强化阶段 我还研究二元隐寒数 现在不研究 下面讲一道立体 Z等于 X平方 X的三次方 减去3X平方 减9X 加上Y平方 减 4Y 加3 大家应该知道 这是一个二元函数 大家这帮我看看 XY的活动范围在哪 没有限制 在整个X5Y平面这个区域上 什么区域 可以去 因为边界不动往外走 丘 极致 极致点 与极致 范围我们已经知道了 第一步怎么 找怀疑对象 怀疑对象就是所谓的重点 来啦 ZX一匹 是3X平方 减6X 减9 令它等于0 然后呢 ZY一匹 等于2Y减4 令它等于0 对前一个方程来说 解除X有两个值 一个是负1 一个是3 而对第二个来说Y就一个2 所以X等于3Y等于2 或者X等于3Y等于2 也就是说 我指的极致点的怀疑对象有两个点 减碎之后 那我们现在下面就来看一看 它是平方Z 比上它是X方 我首先把你三个片脑数 二级片脑数算出来 让我往里面带嘛 好 谁啦 是6X 减6 它是平方Z 比上它是X 它是Y 是0 它是平方Z 比上它是Y方 那是2 现在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检查 当XY等于-1 2的时候 对吧 检查 大家帮我看看A是几 A应该是-12 B是0 C是2 这是我们在这个点出ABC的取值 因为AC减值B平方小于0 我们大家在解题的时候 这个结果你都不算 算了干嘛 你可以算 我就不算 它主要是看你正负 不 就算这个AC减值B平方小于0 所以 -1 2 不是极致的 它就不是 不是就算了 当然对应的值也不是极致 现在我们再来看 当 XY等于3 2的时候 请看看A A大家帮我看看 18减值12 B等于0 C等于2 因为 AC减值B平方大于0 大家知道大于0肯定是极致点 而且A大于0 所以 3 2 为极小点 接下来极小值 Z 是等于F 3 2 接下来你们就算嘛 就是把X用3 Y等于2 带进去算一个结果就行了 所以这就是无条件极致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第二个部分 叫条件极致 要重视之处吧 数学没有之处一切免谈 所以你看到2019年 大家看到 所以我在这个微博上 微信上 我看到很多的孩子 密密麻烦的包 很高的成绩 说到的话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老师存在的价值 这却是最大的价值 是不是 让大家把数学功底掌握好 最后考一个好的成绩 是不是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他的 我讲的 其他老师最大的价值就在于 所谓的 让这些年轻人能够提高数学水平 对工程类的精管类的学生 数学水平很高 这不是一个坏事 对社会 是非常有好处的 因为这些孩子将来在 智随深造的过程当中 他的功底是很扎实的 下面看条件机制 条件机制就不一定是二元 所以智随就在仅讲二元 我们到后面 强化简单还可以讲三元 现在什么情况 首先什么叫条件机制 无条件机制 现在我知道了 就是你给了我一个二元函数 这个二元函数的定义 是个K区不包含边界 这个时候要找机制那是无条件机制 现在我们看看什么叫条件机制 请看 Z等于FXY 这是一个目标函数 收什么制约呢 一个方程的制约 所以一个XY的关系等于0的制约 也就是说收一个等式的制约 等式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告诉大家 我们的法1 当然这个方法一般我们不用 什么法1呢 就是说通过FYXY 等于0 我把Y解出来 我把Y解出来 刚才大家难道没有学过叫隐函数吗 我把Y解出来 解出来就是一个X的函数 然后等于 Z等于FXY 这一个时候就有一个Z 是F X HX 大家不告诉我 这样一来就变成一个什么函数 一元函数 集 条件机制 化为一元函数的机制 这种方法往往是不可行的 它只是一种思想 我们有的时候思想还是蛮关键的 好了 法2 我们这个地方就要接受一种叫 那该两日城市法 啊 这一种方法 这我写的相关的教材的 实际上都有说明 但是我们现在不说 你会就行 考试的时候考的就这个方法 你会做就行 怎么办呢 第一步 做那该两日函数 是大F XY那么大 是小F XY 加上那么大 5XY 就做一个这个函数 有个名称叫 那该两日函数 为什么 我说过了 包括我写的相关教材啊 后面很快有 相关教材上都有说明 啊 我们以后面有事件 可以直播一下 告诉你为什么 第二个 对那该两日函数 这个三元函数分别切片了 对Y切片了 都0那么大于0啊 F那么大一批 对于0 现在就是我们大家 解一个三元方程组 其实XY 还有那么大 从这个方程组当中 把XY解出来 大家要听清楚 条件几子一般都是实际问题 如果你解出来XY 只有一组 那这个就是最右结 如果你解出来有何几组 那么究竟哪个是最右结 搞不清 举个例子 如果你解出来有三组 那哪一组是最右结呢 都搞不清了 有办法 如果你要求最大值 你把这三个点带进去 谁使得Z最大 谁就是最右结 所以我说清楚 他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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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